NEO聊世紀 天靈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要來看賽爾特人對上瑪雅人 正常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伐木速度非常的快速 而且他的步兵的移動速度也是裡面最快的 賽爾特人的工程器是他的主要的攻擊手段 因為賽爾特人的工程器的攻擊速度有這個加成之外 點下金冠技術之後 賽爾特狂熱就可以獲得工程器的血量加成40% 所以賽爾特人的後期工程器是非常誇張強大的一個能力 在團戰來說可以算是團戰之鬼 跟波西米亞跟伊索比亞都有這個舉足輕動的一個地位 再來介紹一下瑪雅人 瑪雅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工兵單位 有這個減免的效果到地獄時代這個折免 減免非常的多可以爆出大量的工兵 那瑪雅呢同時也是老鷹 可以讓他的血量變成100滴的老鷹文明 這個白血老鷹就在瑪雅 那瑪雅除此之外打這個毛兵 也有這個散彈杖可以用 而且他本身挖所有的資源都可以持續15%的加成 所以吃這個鹿肉啊豬肉啊還有花網金啊石頭 都可以挖得更久一點喔 所以瑪雅人的中後期經濟都不會算太差 但也不會到太好 算是一個正常的經濟加成的文明 那瑪雅人呢比較適合打後期的工兵配上老鷹 還有這個大衝車為主的 那他只要工兵配衝車的話 其實殺傷力是非常強大的一個打法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然後我們先看到瑪雅人右邊的地圖 是有這個石頭 但是他很慘的是兩塊附金喔 都在前面喔 非常的慘烈喔 這個地圖是超級大爛圖 哇石頭也在前面 那墓區的部分還算不錯喔 至少有穩定的三片墓區喔 這一片這一片還有這一片 後面還有個大樹林喔 其實還蠻不錯的 墓區的部分沒問題喔 主要是這個主金的位置還有附金 跟石頭都遺留在外面 而且他這邊比較OK的一點是 石頭在裡面喔 所以即使被塔攻喔 還是可以稍微抵擋住敵人的 一個塔攻攻勢 那接下來看一下 賽爾特這邊 賽爾特這邊的地圖 看起來還算 也不是不太OK喔 因為 兩塊金都在前面喔 石頭也在前面 這個有點跟瑪雅有點像喔 都是金在前面 果子在後面喔 但他這個墓區也OK啦 三片墓區也沒問題 所以整體看起來 兩邊地圖都差不多爛的 都是差不多啦 但賽爾特這邊更差一點點喔 因為他的這個正面喔 是要圍非常多資源 才可以圍起來的一個區域喔 反倒是瑪雅這邊 只要稍微把左邊圍死 然後這裡圍到底喔 輕鬆圍 就可以圍好了 就算這樣子 好 那目前看到瑪雅這邊 已經到了21P 難道是想要打黑跳城嗎 那黑跳城這個戰術 是比較適合 可以圍死的情況下 在使用的戰術喔 所以瑪雅這邊 也可以考慮打一個黑跳城 但這邊下均印了 點封建 那應該就不是黑跳城了 那賽爾特這邊 正是轉出了棒棒的開局 兩隻棒棒已經出門了 那這兩隻棒棒呢 也是要到封建時代 才會有移動速度的加持 所以現在移動速度 看起來很正常 並不是走得非常快的那種 0.9而已 好 在瑪雅這邊 老一已經看到了 你的棒棒過來 OK 升到封建時代 變成1.03的跑速 直接破1了 當然賽爾特人 在步兵棒棒副靠的情況下 他是有優勢主動權的 因為他可以更快 拉到高地去反擊敵人 這邊 你看 想要貼 貼不到 哇這個棒棒走太快了 所以賽爾特 其實算是一個很強大的威命 那賽爾特人 他本身有這個伐木的 伐木速度的加成 所以他在封建時代 打工兵開局其實不錯 銜接到城堡時代 在短攻城氣生頭 是一個非常狠的打法 那在以前的版本裡面 只要大家會 賽爾特人封建打工 然後城堡打 生頭戰術 你一定可以穩定18架 沒有問題 現在這個招數 被太多人破解了 所以可能現在15架 16架是差不多 可能18架會有點困難 好這邊稍微圍一下 這邊圍死 看到棒棒的老鹽小弓過來 表面都是打一個 把所有的兵力往前壓 但瑪雅這邊主經這個可能慘 都在前方 一定要到外面挖金礦才可以 好這邊可能要再圍個房子 對這裡要再圍一下 挖個兩村去圍 好這邊看起來是騷擾不到任何東西 主經的部分也好好的 好那毛病趕快點下一集一次 所以要先趕快下這個兵工廠 但這邊黃金還差7喔 才可以點一級射 這個有點難受啊 這個有點被傷到經濟囉 好瑪雅這邊優先點一下 一級的弓兵鎧甲 這邊意識很好 因為通常很難得 會在一級射先點一下之前 就先點一級弓兵鎧甲 那這樣的好處是 對方的弓兵 射自己的毛病就不會這麼痛了 就可以稍微反制回去 甚至自己的小弓也會更坦一點 好以上就是對小弓一陣爆砍 先砍掉殘血的 兩隻弓兵死去 好只剩下毛病跟棒棒 老鷹回救這一波救的其實還不錯喔 好瑪雅這邊趕快挖到金礦之後 放了金 然後點下一級射 好有一級射的話 那這邊就可以暫時守住了 但賽特人這邊早就在轉到了城堡時代了 經濟量非常的好 這邊只要再繼續出小弓就沒問題了 但這邊出小弓的話 可能會打不定對方的毛病喔 被迫轉了一些毛病出來打 那待會也可以再下個馬就 去出個肉馬 擋一下對方的毛病 如果真的打這麼兇的話 不然這邊其實只靠自己的毛病 也能擋得下來 那目前看到對方 賽特人已經點下城堡時代 瑪雅這邊反而不是優先點下城堡時代 而是先點了一級龍還有一級蛙金喔 這個蠻特別的喔 通常都是先點到帝王時代 再去補這個一級蛙金喔 跟這個一級龍 那MBL這邊是選擇了一個 比較慢一點的上城堡時代的升級方法 那這邊看到肉馬繼續往前 毛病也是 兩邊的毛病數量其實差不多 這邊再往外圍一下 但這裡有一根劍塔防守 所以暫時來說可能問題不大 但這邊就會很害怕生頭囉 那我們就來看賽特會不會拿出他的招牌戰術喔 生頭 拉了一圈過來 看還是要打生頭了 現在來工程器製造所 這邊毛病有優勢 可以打得贏 結果生頭要打贏之外 自己的毛病也打贏了 現在瑪雅被迫轉老鷹 趕快老鷹按下去 這邊可能要再補一個均印喔 把均印往前補 然後賽特這邊就會轉騎士囉 生頭騎士 那騎士的用力是要來抓老鷹的喔 所以這邊轉騎士我覺得很OK 那瑪雅這邊的話 要轉成槍兵的話也會很困難喔 因為轉槍兵的部分 騎士不太好打贏的 這個毛病的部分喔 而且如果待會出奴炮投車 也有想辦法去包夾掉這些工程器喔 那瑪雅這邊直接轉出羽毛劍射手 這邊把老鷹放出來直接拆掉了投石車 但是老鷹也是難投意死 後方轉出了工程器製造所 準備又來打一個投車反擊 這邊投石車開始殺騎士 傷害很高 賽特這時候偷偷開下了雙TC 但這邊沒有按修道院的原因 是因為對方是南美洲文明喔 這個鷹刺猴本身就有抗招響的能力了 而且他的老鷹打老頭有外增傷的關係 所以不打生頭 而是打一個投車前壓加騎士的打法 也是相當合理的 這也是玩賽特人的時候注意喔 其實生頭並不是打瑪雅 打這個南美洲文明喔 這麼好用的 那還好瑪雅這個文明 是沒有救贖思想的 所以待會這個生頭 還是可以壓制一下下 並沒有那麼好解掉 所以可能只能用投石車互丟喔 才有可能解得掉 不然就是要轉出羽毛劍射手 但羽毛劍射手 在城堡時代截免喔 雖然也已經很多了喔 但造價還是相當昂貴的喔 可能還是要等到自己經濟再更好一點喔 至少十隻左右的羽毛劍射手 才會比較好打一點 這邊投車先砸到了一發毛兵的血量 後面再補貝一發 說掉投車非常關鍵 但這邊有兩隻騎士要從進來要登殘血的 哇 黑拉這邊細節做得很好 拉殘血過來解 避免被招降掉 但結果沒有想到 被後面的城堡 直接射掉兩隻騎士 這一波看起來 黑拉是有點小傷喔 目前看到瑪雅這邊轉出羽毛劍射手 TC的部分則是雙TC 滿滿開農 賽特則是準備開下第三個城鎮中心喔 這羽毛劍射手第一時間出來 就是想要對對方的老頭射射 直接射掉老頭 但後方騎士的跑速 還是比羽毛劍射手 跑得還是比較快一點 有點難逃逸死喔 這邊老頭著想 哇 老頭沒空好 上前就是吃著刀 哎呀 MBL這邊失誤有點嚴重喔 這個老頭不應該往前送的 但沒有關係 趕快拉個村民 秀一下投石車 前面再稍微一下 看到兵這麼少的時候 瑪雅應該有意識到 對方是已經開始轉農了 那自己現在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繼續前壓 直接出馬羽毛劍射手 然後把城堡蓋在前線 跟他換一個城鎮中心喔 那這樣子的話 就不會這麼傷了 不然就是要出來開城鎮中心 開在這個位置 去保護自己的附近喔 那這些東西 都是待會MBL要去思考事情 到底要是前壓呢 還是要開農呢 這個是 現在城堡時代需要思考的事情 城堡的話 可能也可以往前蓋喔 直接蓋在這個位置 控住他的 工程器製造所跟修道院 但是要小心 對方的投石器 可能會一直出來砸你的村民 所以蓋的位置 要慎重選址一下喔 這個城堡的位置 這邊老頭繼續往前走 看到投石車 要怎麼打呢 後面有非常多的騎士喔 六隻 稍微開始秀操作 老頭招翔 但羽毛堅射手也會被招 但羽毛堅射手的價格比較便宜喔 欸唷 換到了嗎 插一下 打的是村民 村民殘血 跑掉 用老頭去補下村民 羽毛堅射手 一直在跑掉 這邊開招 應該有機會 換掉一隻老頭 Nice 這個投石會互換嗎 插一下 再補了一發 哎唷 躲掉投石的傷害 這個可能會砸村民喔 果然砸到村民死了一村 左邊騎士在打羽毛堅射手 砍掉了三隻 但是後面的老頭 直接被投石車給打掉了 後面的僧侶來不及遭翔 就直接被騎士砍死 後面直接用騎士解掉投石車 右邊這台投石車 嗅到非常多的傷害 但是最終還是把這棟城堡給蓋了起來 MBL順利的把自己的附近 給多了回去 這一波交戰喔 看起來賽爾特人喔 是有點小虧的喔 為什麼會這樣講 是因為 他本身騎士剛剛有六隻喔 現在只剩下三隻 可能死了五隻左右吧 那老頭全死喔 還有投石車被換掉了兩台 所以算是有點虧的 那瑪雅這邊則是損失了兩隻老頭 跟少量的羽毛劍射手 還有兩台投石車喔 交換比來說的話 算是 比較小傷一點點的 因為羽毛劍射手 死一兩隻其實沒那麼傷 好 這一分兩隊很厲害 抓掉了左邊的老頭 投石車還想砸 但是已經跑掉了 前面再補一個修道院 要來招搶賽爾特的騎士 那賽爾特這邊開始爆挖石頭 石頭就可以開始往前蓋 或是蓋在家裡 那可以蓋的位置 可以考慮這個位置 這個是高地之外 還可以守護到自己的附近喔 這個位置我覺得相當不錯 蓋在更右邊的位置 想要直接控住更多的範圍 OK 高手都是比較貪婪的 好 瑪雅這邊肉已經來到了一千 肉意外的有點多 這邊他的肉都是給村民而已 羽毛劍射手是需要黃金跟木材而已 好 先點帝王 哇 70匹點帝王 非常早 那賽爾特人這邊則是4TC開農的關係 所以本來就會比較慢上帝王時代 然後城堡還有90%就要蓋好 羽毛劍射手稍微拉打一下 但投石車可能會被修回來 哇 又被砸個一發 老頭可能跑不掉了 哇 被射死 右邊的羽毛劍射手也跑掉 好 瑪雅這時候補下了工兵的鎧甲 其實繼續追逐 那賽爾特人這邊 帝王時代喔 可能要思考一下 要不要打松蘭武士 或者是直接打工程器喔 奴婦炮 或者是打這個投石車 其實都OK的 因為瑪雅沒有救出思想的關係 老頭要招降工程器也不是那麼容易 而且也沒有火炮 所以賽爾特人打瑪雅 算是一個小小優開的文明喔 但是要特別注意瑪雅的老鷹喔 但是老鷹的部分 賽爾特人又可以用松蘭武士去克制喔 所以種種以下的因素喔 兩邊的文明是有點相互相克的 羽毛劍射手可以射爆松蘭武士 但也可以打爆工程器喔 只要數量夠多可以秀的話 這邊他移動速度夠快 羽毛劍射手喔 這邊直接升到了 三級射跟化學 直接分成兩隊 開始燒了喔 賽爾特人這邊 直接升級了中型投石車的升級 準備要直接硬砸了 那如果升中頭的話 羽毛劍射手就會很危險喔 因為他的血量只有50滴血 那升級後會變成65滴血 才能扛住一發中頭的傷害 沒升級精銳潛可能一發就會倒了 所以這部份MBL可能要先找個機會點一下精銳 但精銳的造價其實很貴喔 這邊投石車想要反制回去嗎 但是投石車有四台喔 升級好中頭了 如果不後面一點的話 很容易會被投石車直接砸掉巨頭喔 但家裡現在要封鎖農田 開始在騷擾賽爾特家裡的農田村民 打到一些單位還不錯 現在是賽爾特人把所有的軍略放在正前方喔 並沒有回首 這邊投車打到城鎮中心 但後方城堡可要扛不住 瑪雅這邊城堡只有兩座 這一座城堡被打掉就沒有了 這個石頭還來不及挖完 羽毛劍射手開始瘋狂亂射 把黑老子村民吃到剩下120村 但是村民他的距離還是有30村喔 當然對方收藍武士出來扛下 收藍武士出來之後就會比較好打 收藍武士的跑速是1.38 羽毛劍射手是1.2 所以實際上是追得到羽毛劍射手的 這邊看到MBL把所有自己的巨頭放在家裡 石頭也直接氣挖布挖了 房間的部分可能要趕快往前挖一下 這邊用巨頭直接砸到了一台鐘頭 鐘頭過來想要直接硬拆嗎 拆的是城鎮中心 想要往前結果被城堡射 可以換掉一台鐘頭 唉唷 差點被砸到 OK 那下一部分大量的羽毛劍射手 還是在塞爾特的領地瘋狂殺了 但是城堡現在一座 這樣踩羽毛劍射手會很困難 然後連精銳都很困難 趕快再補左邊喔 再補一個城堡 好 左邊有挖石頭的村民被抓到 那瑪雅看到喔 如果一直出奇事的情況下 到底要不要轉槍兵的這個想法 其實是有待思考的 因為如果你現在轉槍兵的話 雖然可以擋出奇事 但是你擋不住松藍武士喔 所以到底要不要去打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不太好 不如直接轉成老鷹阿 或是直接轉成大量的羽毛兼射手 甚至打個這個雙手劍兵喔 都可以考慮的 那瑪雅是沒有劍兵勇士喔 雖然他有三級防三級攻 但步兵來說他的缺憾 就是劍兵勇士是偏弱的 這也是瑪雅後期會比較難玩的地方 沒有火槍沒有火炮也沒有劍兵勇士 這有雙手劍兵 而且也沒有救贖思想 種種原因喔 讓瑪雅的科技性喔 其實是處於一個偏困難打的 他只能靠自己的主力喔 羽毛劍射手去打這個松藍武士喔 那松藍武士喔本身是步兵單位 瑪雅的羽毛劍射手 有這個對步兵加2的傷害 所以打松藍武士其實傷害是很高的 所以單純去打騎士跟對方的步兵來說 我覺得瑪雅直接轉 羽毛劍射手大量 然後配上老鷹就可以了 那老鷹的用途是要去抓對方的攻城系喔 那當然啊 老鷹是打不太贏對方的 這個松藍武士的 所以這一點喔 瑪雅就要去讓自己擠的這兩個單位喔 去相輔相成喔 才會比較好克制賽爾特人 這邊拉了伊純去修理投資車 這邊可能再修就被修爛了 果然被修爛了 羽毛劍射手這樣很危險喔 一直被各個擊破 雖然很煩人喔 但是並沒有做到太好的成果 因為弓箭手這個單位嘛 本來就是要非常大量喔 效果才會明顯喔 傷害高 當然是到地獄世代的瑪雅 其實經濟來說還沒有到非常好 村民一直在九十幾村而已 左邊挖石頭村民喔 一直被薩爾特的松藍武士給抓到 所以石頭沒有辦法繼續安全的挖掘 這時候瑪雅人轉出了步兵的升級 他也轉出了攻擊力 可能就要來轉老鷹了 後面這隻羽毛劍射手還沒有解掉 居然偷偷射掉了一台工程器 MBL這邊已經點下一擊攻 直接被打爆了 巨頭反之 打歪了 再來個一發 哎呀又打歪了 不可惜 左右兩邊都羽毛射手 在到處射射 想要封鎖賽特人的經濟 但其實自己家裡已經快要爆炸了 甚至他要是這一波松藍武士衝進來喔 可能是扛不住的喔 這怎麼拉村民來打架啊 這應該是拉錯了 好 瑪雅這邊 抓到後面挖石頭村民 但是黑亞反應力太快了吧 還沒攻擊就拉村民了 哇 速度非常快 然後松藍武士馬上來救了 好 但下方這邊也是 瑪雅羽毛劍射手衝進來 但裡面遇到松藍武士 松藍武士直接貼近爆打一波 看來是羽毛劍射手還是要被解掉了 只換掉了一隻松藍武士而已 看起來瑪雅這一系列的騷擾 並沒有做到非常好的成果 這個村民集結點是不是射錯了阿 瘋瘋瘋往前走阿 這個一村 收掉一個鐘頭 不虧 OK 直接把瑪雅當西班牙在玩 還是贏家 有點厲害阿 好 MBL村民宿喔 86村 對上129村 村民宿還是偏低的 城鎮中心只剩下一座了 你看村民按到這麼多 大概沒有就去補城鎮中心喔 可能覺得是要花石頭 不想浪費了 他這邊應該是想要趕快挖出第三棟城堡 然後轉出大量的羽毛尖射手 這才是他的主要目的喔 好 羽毛尖射手想要射掉後方的投石車 但投石車直接被後方的村民給修了回來 所以這一波瑪雅打這個投石車 還是比較偏難解的 那甚至喔 現在自己的附近被控住 其實經濟上來說是非常損傷的 這邊要轉老硬的話 壓力也是非常大 好 左邊又蓋了一個新的城堡 右邊這一坨羽毛射手抓到了 黑辣的村民 好 這邊弄點一下工程工程師 大家會增加異攻射程的投石器喔 就會比較好打一點喔 好 這邊有大量的收藍武士 直接上前開尻 打掉了非常多的 Mile的羽毛劍射手 這個血量也算不多了 好 左邊也是大量村民被射爆 黑辣的村民瞬間降到只剩下110吋 再一次的羽毛劍射手 是有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而且這邊開始秀操作了 哇 打這個收藍武士 傷害開始出來了 好 但這邊想要拆城堡 但巨頭一看到有 對方巨頭過來 就直接反織回去 羽毛劍射手前方也是 放了一些 這邊督線燒樓 打得還算不錯 這裡有洞喔 馬上補了一下 這時候黑辣想要挖 MBL的附金 MBL這邊老硬有點難轉出來 繼續爆羽毛劍射手 適量越來越多 後方這裡 直接扛住箭矢的傷害 這個箭塔 但還好羽毛劍射手本來就是 高遠房的單位 天生就有二房 其實很不錯 哇 結果 羽毛劍射手準備尻爆 這邊蓋一根箭塔 想要控制左邊的墓區 偷子車這邊看似反擊回去 但羽毛劍射手打偷子車傷害也不差 OK 射掉了四台偷子車 第五台有機會可以拿掉 好 在擊發箭矢換掉了 哇 偷子車全部被解光 MBL這邊現在 可以用羽毛劍射手 秀翻對手了嗎 這邊轉出了非常多的鬆爛武士 但是羽毛劍射手出的還是很多 但這邊城堡是想要直接硬插 應該是可以拆得掉 但是自己的鬆爛武士 可能要全部損失掉了 但看起來這一波交換 MBL來說並不是太虧 應該是說超虧不是太虧 是賽爾特人這邊不是太虧 雖然看到自己鬆爛武士 送掉這麼多頭子車 但至少城堡有拔掉 讓這邊待會進攻左邊的附近 就會相當容易了 那這邊這塊石頭 MBL也挖不掉 右邊的附近也沒有辦法安全的挖掘 這樣就是讓Hella拿到她想要的效果了 左邊的箭塔直接用鬆爛武士拆除掉了 這一波交戰看起來MBL打法還不算太差 這邊補了三級的弓兵鎧匠 這樣就遠防6的羽毛箭射手 非常的抗箭矢 好 鬆爛武士直接從左邊 開始尻起了拔木場 但現在只剩下兩座城堡 轉出羽毛箭射手 壓力會也會很大 至於到底要去怎麼解工程器這件事情 蠻矮也可以考慮 直接打一個步兵 打這個槍兵 直接戳爆也可以 這邊三攻三防都有 但是打鬆爛武士 已經回到我們剛剛的問題了 會很難打 而且很害怕對方的奴炮跟投石車 當然投石車部分只要貼金就沒有問題 這時候賽特仁重點下了重型投石車 還有銀罐堡壘 堡壘技術點下了之後 鬆爛武士們就可以在城堡附近自動回血 而且可以讓箭塔的跟城堡的攻擊速度加快 所以這個能力作為防守來說 是非常好的一個能力 MBL這一把看起來有點難推進 三台軍銀投石機一直沒有被拆掉 其實算是不信眾的大幸 但他一直保留有工程的權利 後車後面想要砸 但是直接躲掉 再砸個一發 閃 再散一下陣 哇 散不掉 好 鬆爛武士數量開始慢慢飆出來 巨頭找到一個 這個鬆爛武士太衰了 OK 但是 重頭大軍要來了 欸 這邊是退掉重頭嗎 啊 重頭用左邊這個研發 打掉 黑啦 這邊重要的科技啦 重頭這邊沒有辦法研發 會很危險喔 現在他投石車只有50傷害喔 除非有重疊投車傷害 才有可能解掉 羽毛劍射手 好羽毛劍射手這邊 全部聚在一起 又被砸到 哇 這邊重頭打下去還是很痛 重頭傷害是非常可觀 大量的收量武士直接衝了上來 這邊拉打感覺還不錯 但是羽毛劍射手 哇 中心點被打到 好虧啊 羽毛劍射手 數量只剩下少量的 14隻而已喔 但薩爾特人這邊手 轉出戰毛兵 有點打不回去了 直接打出了 GG 那薩爾特人這邊後期喔 轉戰毛兵喔 其實有點 難打 還好前面有搭配頭車啊 或者是鬆爛武士的話 後面這毛兵喔 補點傷害 我覺得可以抖 但如果單純打戰 要反之回去 是有點偏困難的 然後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賽爾特人 拿到15的勝利 黃金的話也是 贏了2000 石頭贏了1000 木材的部分則是 輸了3000左右 因為瑪雅這邊挖木挖更多 因為他沒有其他資源好挖了 黃金的部分 一直挖不掉 自己的附金 所以自己的地圖 有時候你玩得差 並不是因為你真的玩得差 而是你的地圖很差 然後對方就知道 你的弱點在哪裡 然後你就被對方利用弱點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前期 會討論地圖的關係 也是想要教大家 如果去判斷自己的地圖 好不好 因為你只要自己的地圖 好不好的話 你就可以快速判斷 該防守的中央區域是哪裡 然後趕快去防守 獲取這些資源 但地圖壞的話 就會像這場一樣 你就算再怎麼知道 你的地圖差得怎麼樣 有去極力防守 中央還是會陷入烈絲的情況 也是蠻多的 而且又是這個 文靡劣勢的情況下 就更難反擊回去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